非常感謝 因為自己也經歷過很多的起伏 哈哈哈哈 對 那這次跟雪佛可以一起讓電視界的觀眾 喜歡我們的劇 我覺得蠻開心的 謝謝3D這個平台 製造這麼多有質感 然後不同話題的 不同議題的戲劇 讓很多的 讓台灣的觀眾飽受嚴 一起我們在3D的那個視聽室 然後當天也是拍完戲就直接趕過來 能夠在第一集播出看戲就是第一次 然後戲中的場景跟片段呢 是前一天我們才剛拍完的 有一種非常剛出爐的感覺 但是剛剛問到那個宥偉他們的戲是 上午拍下午就播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算不了什麼 好可怕 對 蠻可怕的 這個我們很有經驗 哈哈哈哈 就是沒什麼存檔 然後今天拍了明天播 或是今天下午拍了 差不多一樣 雖然很想知道那個感覺 但是近期先不要發生 哈哈哈哈 其實還蠻開心的 然後也很關注就是 身旁的 親朋好友啊 看完的感覺怎麼樣啊 就是 一看完我就立刻傳訊息給大家 然後問哪些地方不OK啊 哪邊需要趕進啊 其實自己都還蠻緊張的 也很怕我自己吵到就是大家 哈哈哈哈哈 你因為是在十點播 對 因為其實他 亮亮這個人個性就是 比較就是直來直往一點 所以可能是賞門會大一點 不好意思 哈哈哈 對 是 因為下一次 其實遇到好像有點太革命喔 就是他要那個 上升 然後你要摸到他一些什麼 這個大家就是 下禮拜就可以 你的手還好吧 我手還好 沒有撞傷喔 沒斷沒斷 哈哈哈 我覺得我們現在還蠻有感情的 哈哈哈 有革命情感在啊 哇 這麼這麼快就革命 哈哈哈 國父說 11次才算革命 我們現在連11集都還沒播到 好啦 也是啦 加油 好加油 哈哈哈 所以感覺如果 明天會不會有感氣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準備 感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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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教育 嗯 應該會要他一起慢跑吧 嗯 因為其實運動會其實讓 疲累的身體 其實更有活力 所以我覺得其實鼓勵 現在是要 站在這邊的所有演員 就算再累也是要 保持那個運動的習慣 對啊 嗯 OK 我剛剛嚇了一下 哈哈哈 有啦 我覺得運動會就是 讓你精神更好 嗯 只是真的 當下你累到的時候 你只想到頭就睡了 也是 好我也盡力了 我逼你了 我趕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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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